x的次次方加4其實可以因次分解喔 請看啦 首先先把x的次次方呢 拆成為x平方才x平方 然後再把4拆成為2x2 這樣子我們可以組成一個完全平方 但是呢我們也需要總共的4x平方 這邊沒有嘛 所以趕快加上去 這邊我們有x的次次方加4x平方加上4 但是最後面呢也不要忘記了 趕快把這個減掉 那這樣子前三項呢 可以把它因次分解成為x平方加2 再平方 這邊就是減2x的平方 那這就是一個平方的常公式嘛 所以是這個減這個 我們拿到x平方 先寫這個減2x 然後再寫這個加2 再來呢是這個加上這個 所以就是x平方加2x然後加2 這樣子呢我們就搞定啦